桃園市平鎮区义鸣社福馆的今年3月启用 由于家长接送区的规划不足 所以家长只能临庭在了红线区 市议员王沛玉接获陈晴 邀寄了相关单位来会看 希望增设壁车弯还有实体的人行道 提高民众的通行安全 平鎮区义鸣社福馆设有幼儿园和拖婴中心及图书馆 由于目前家长接送区明显不足 家长在接送孩童时只能临庭在红线上 而一旁的公29号用地只有绿铺人行道 显然在行走时显向还生 市议员王沛玉在9号下午召集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那这个公园用地呢 其实废弃的时间有一点长 那在整个宇慰纪念公园的这个园区里面 它就是最后荒废的一角 那因为一名社福馆开幕 以及一楼一名公立幼儿园 三楼的这个公社民营的拖婴中心 学生人数高达大约150人 所以我们积极的来办理这个通学 以及家长接送区的一个环境的规划 未来呢将会在我后方的这个公园 公29公园用地呢 先设置实体的人行道 以及家长接送区的闭车湾 实际会康后养护工程处决议将 社福馆旁公29号用地的绿铺人行道 改为实体人行道 并行这凹槽闭车湾大约可以零停15辆汽车 预估在今年8月完工 那改善的方式呢 我们会利用现阶段 就是这个一名社福馆旁边的 就是一个空 就是资源回收站 以后它已经被活化了 那我们会 活化的方式是公园用地 那公园用地我们是 会说让我们做一些人行道 跟壁车湾 那这个壁车湾大概有75公尺 那我们预计在8月前 可以做一个进场 实做的一个进度这样子 公29号用地在 宇威宝台公园对面 临近复旦中学 联系医院及一名社福馆 现况地上还有资源回收厂 及废弃道路 届时将打造成公园 规划实体人行道提升行走安全 并设置壁车湾 方便家长接送孩童 转医院及一名社福馆 并且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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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散众